儘管手腳不協調 還是要賣力動起來 一大早連兩個路跑行程 柯阿伯賣力搶票 畢竟自己網路霸主的地位 已經被動搖 安國瑜的網路聲量比我高很多 這我非常清楚 你只要晚上回去 從那個四十九台看到五十六台 這樣掃過去就知道了 現在都在討論高雄 韓國瑜聲勢 連柯文哲都不敢輕視 分析二零一四年 Google Trans網搜熱度 六都就有五都候選人 都是網路聲量大 最後也當選的 命中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三 韓國瑜的聲勢 遠超過蔡英文賴清德 更是柯文哲的三倍之多 堪稱台灣政壇第一 韓國瑜鳳山造勢 模糊直播 竟衝破二點四萬觀看 Google趨勢也發現 韓國瑜以五十比七 讓陳其邁連車尾燈都看不到 綠營不受網友青睞 比較高的也是負面新聞被關注 謝謝你 祝你 好吧 謝謝 謝謝 蘇貞昌以五十八比四十三 領先侯友宜 卻是因為九月蘇貞昌猛拍 反聲澳燃眉電場自救會會長 這爭議讓蘇貞昌網搜 連六天飆高一度衝到一百 才會平均值領先侯友宜 另外台中國民黨盧秀燕以二十七比二十二 小鷹對手林佳龍 台南人氣話題王Crazy Friday 綠上版面熱度領先藍綠 台灣目前的選舉 候選人還是超過五十Percent的影響 其實政黨那個反而相對越來 那個因素的佔比越來越低 新選戰新模式Google Trans網搜熱度 歷次都跟最後當選結果有高度連結 難怪屢次成為選戰觀察店 記者